绝美 精彩 乐恋 但我们也会有一些官方吐槽 就又甜又虐嘛 真的有那种偶像男神的感觉 Hello 优酷的网门大家好 我是演员白鹿 如果用三个词来形容长夜静明 分别会用哪三个词 绝美 精彩 乐恋 为了拍这部戏 有提前做哪些功课 我们前期就是看剧本 剧本看了五遍左右 因为我们剧本其实还蛮复杂的 它有各种不同的人物线 然后每一次的人物关系都不太一样 还有就是进组以后 我们有一起围读 一起做一些训练 剧中有多套造型 你比较偏爱哪一套 其实很多套我都很喜欢 因为我们的造型说实话 真的挺好看的 我最喜欢的一套 肯定是桑九大婚 就是那套非常非常华丽的大婚服 如果让你给叶熙悟和谭台镜 安排一日约会行程 你会怎么安排 我希望叶熙悟可以带她去看看 大千世界 就看看外面的世界 看看这个世界上很多美好的东西 因为她心里头的黑暗的面会很多 她从小可能不太看到这些美好的画面 就带大家去看看 在演《虐谭台镜》戏份时 在现场见到罗云熙会觉得有些不好意思吗 还好吧 我俩属于互相虐 就也有她虐我的时候 也有我虐她的时候 但我们也会有一些官方吐槽 就演完就说 怎么这样 就又甜又虐吗 罗云熙此次饰演了谭台镜 苍九鸣 鸣叶 这三个角色中 你更喜欢哪个 肯定更喜欢鸣叶 她很正啊 真的有那种偶像男神的感觉 其实《谭台镜》的魅力也很大 就是我对别人都不好 但是我对你就是 刀子嘴豆腐心的那种 她每个角色都挺有魅力的我觉得 但我本人会更喜欢鸣叶一点 剧中有很多威亚戏份 相比光调威亚来说 威亚吻戏是不是更难 还好 我们那种五指还挺专业的 就她每次拉我们都特别多人 很稳拉的 其实调威亚你要顺一下她那个劲儿 就是你不能愣愣的站在原地 等她把你拉起来 你必须有一个 可能微蹲 或者有一个助跑这样 她能顺着你的劲儿 把你拉上去 这样就能看下来 你比较轻飘飘一些 对这是我的一个小技巧啊